宜蘭南澳神秘沙灘 因为2018年风狗浪事件 沙灘禁止冲浪游泳等等的活动 引起清水人士不满抗议 事隔六年县府今年1月中 邀请地方人士跟公民团体等人 开会达成了共识 全年开放南澳海域 可从事各项的水域活动 而这项共识也已经在12号生效 让不少民众相当开心 欢迎海洋国家 神秘节 去年12月有一群民众 到宜蘭南澳神秘沙滩 高举旗帜大声抗议 因为2018年这片沙滩 发生沙滩车遭风狗浪吞噬的意外 酿成五人死亡 县府为安全考量 当下把南澳神秘沙滩 列为禁止游泳活动的水域 让这群民众相当不满 虽然县府2021年修正公告 开放每年4月到9月 可以从事中低风险的活动 像是独木舟和SUP 但游泳冲浪等还是全年禁止 直到今年1月25号 县府和公民团体等人 开会达成共识 确定在3月12号废除禁令 来到解禁后的南澳神秘沙滩 民众自在地看海 无时逼到和平溪口 也已全面开放 沙滩周遭也征设告示牌 配合应对措施 遵照了1月25号的共识 我们在3月12号完成公告 南澳海域全年度都可以进行所有的水域油气活动 六年的抗争 小虾米成功对抗大金鱼 让热爱这片海洋的朋友们再次拥抱大自然 记者张凯庭 影蓝报道